今天我要介绍的车有点特别 因为它没有车顶 它就是最新的 2020 Lexus LC Convertible 在外形上这个LC Convertible 其实和 Coupe 版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像是这个前脸造型它依旧保留了 LF-LC 这个概念车的整体的精髓 像是由三颗 LED 组成的投射式大灯 然后还有这个招牌的 Lexus Nike 日行灯设计非常漂亮 并搭配同样也是 Lexus 招牌的仿锤式水箱护照 整个前脸造型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漂亮 很有一种独特的日系风 那我们看一下车车的部分 而在车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C 500 整体的造型是非常的修长 很典雅的感觉 然后其实这边它是有一个真正的导流孔设计 蛮特别的 那这个 Convertible 版本它最特别的当然就是它没有了这个车顶 更加的浪漫啦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车门的把手设计 你只需要这样点一下这个把手就会弹出来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 Lexus Logo 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虽然说少了 Coupe 的那个漂亮的六倍式后挡风镜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Convertible 依旧是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车尾造型呢 它基本上就是和 Coupe 版本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灯组 它这里是有 Dark Chrome 的设计 然后这样子延伸下来 这个是和前方的头灯组是相互呼应的 不过呢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个 LED 灯条的设计啦 因为它在里面有采用一些镜面的效果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很多层式的一个视觉效果 哇 非常的漂亮 而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小型的扰流器设计 这个哦 它并不是装饰而已 而且它其实里面是有两个排气围管的 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是有一个双边双出的排气围管设计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台车啊 其实它的这个前方的引擎盖 还有车门都是用铝合金打造的 至于这个呢 是 Carbon Fiber 车门那一层也是 Carbon Fiber 而这个 Convertible 版本呢 相比起 Coupe 版本 其实它只重了 90 公斤 那这个 LC 500 Convertible 它采用的是一个 Soft Torque 软盆的设计 因此在这个收纳性方面其实是比较好一点啦 也因此它的这个尾箱容量呢 还有一个 149 公升 我国的 LC 500 Convertible 采用的是一个 21 吋的锻造轮圈 并且采用一个双色的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还蛮称这辆车的 那在轮胎部分呢 它使用的是 Bridgestone Potenza S001L 的轮胎 前方的尺寸为 245 40 后方则是 275 35 至于在刹车系统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采用的是一个前大六后小四活塞的一个设计哦 打开引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具 Lexus 名机 代号 2UR GSE 的 5.0L V8 NA 自然进气引擎 那这具引擎呢 它拥有这个双喷色的设计 分别是缸内直喷以及气管喷色 加上短重撑的设计啊 让它在拉高转的时候啊 那个声浪简直是...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470 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呢 则是在 4800 转 产生 540 Nm 的一个 Torque 加上... 搭配这个 Direct Shift 的时速 自排变速箱呢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4.9 秒 至于极速方面呢 则是被限制在 270 km per hour 哇哦! 在内装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C 500 它的内装啊 真的是精致 然后很漂亮 整个就是很拥有一种独特的日系的匠心风格啦 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个 4 版 然后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微弱的一个氛围灯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 然后这台车呢 它的这个仪表盘呢 其实是有一个圆环式的仪表 中间其实是一个 Screen 来的 然后是一个 Digital Meter 啦 在切换至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时候 它是会有不同的介面的 而且这个圆环的这个仪表哦 在你进行一些设定的时候 它会自行移去右边 哇! 非常有科技感的感觉 而在中控台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这个 10.3 寸的宽屏显示器啦 这个是 Lexus 最新的这个主机娱乐系统 然后呢 它也支援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功能 在这个驾驶的便利性上 我是觉得它是跟上脚步的啦 那搭配这个主机的是一个 13 个喇叭的 Mark Levinson 音响系统 而且这个音响系统哦 它会自行根据你开棚或者是关棚的时候 自行去做这个 Setting 带给你不一样的音响感受 这一点我觉得 哇! 现在的开棚车也不简单哦 还有一点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 这个钟表 这个 那在座椅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 Lexus 最新的这个灵格文式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就很符合 Lexus 温文而雅的这个形象 那这个座椅呢 它其实是有这个热风和冷风的空调功能的 其实 LC 500 是一台 GT 跑车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 2 加 2 的设计啦 不过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其实后面的这个加 2 你是普通拿来放东西 或者是在小孩子的话还可以啦 如果是要做成人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座椅呢 它是支援巴向电动调整功能的 然后这个 Convertible 呢 它比较特别是 它在这个 Headrest 的后方 是多了一个 Lexus 的这个 Logo 所以当你开棚的时候 你远远就可以看到这是一台 Lexus 那作为一台开棚车 其实这个 Lexus 的设计师 工程师啦 是有在这个座厂下了不少功夫 包括透过线条的设计 来减低这个车厢的风噪声 还有就是这个玻璃面板呢 它能够升起 然后减低这个座厂里面的震动 在 60 公里的时候呢 能够带来一个更加宁静的一个驾驶体验 那有一点必须提的是 这一台 Comvertible 它的这个开棚和关棚的时间呢 分别是开是 15 秒 关是 16 秒 是蛮快的哦 那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的这个开棚的这个Button 很特别 因为是要打开这个盖子 好像要做一个射导弹的这个动作 这样的感觉啦 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 关棚的动作 你就像这样子向上推 这个棚就会自动关起 全电动的操作 那当你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其实你前方的这个仪表盘呢 它也是有一个indicator 告诉你这个过程在进行中 然后下面还有个bar 显示 整个过程到底是进行了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蛮实用的啦 为了弥补少掉车顶的这个设计 其实Lexus 的工程师 为这个LC500 Convertible 啊 在这个车身方面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包括在这个焊点上它是进行了加强 同时也导入了大量的这个车身粘合剂 来提升它的车体刚性 同时带来更好的一个动态表现 而在安全方面它们也是没有忽略 这一个地方呢 其实是有一个隐藏式 被称为Active Rollbar 当这台车侦测到这个车身有滚动或翻动的时候呢 这个防潜感就会升起 支撑这辆车以提升它的这个安全性 那讲到安全性的部分呢 其实我国的LC500 Convertible 是有导入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包含了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维持辅助和车道便宜警示 还有这个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的 在这一方面其实它这个诚意是有的 全新的Lexus LC500 Convertible 在我国的售价为135万令吉 那这个价格呢是包含税务以及销售税 但是不包含汽车保险 那这款新车呢 是被有10万公里的Free Service 也就是免费保养的这个配套 以及5年的无限礼数保护期的 那Lessence Militia 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现在预购的话呢 明年2月就可以拿车了 这一台车目前是完全从日本进口 那它号称LFA的接班人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呢 这一台车就是在日本这个 Motomachi 专门生产LFA的这个生产线 所打造而成的 是你的话你有这个预算的话 你会选择这台车吗 我个人是觉得这台车 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啦 先彰显了这个日系的匠心 以及这个精致的这个感觉 摆在这个车房的话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台艺术品 也能够彰显你个人独特的一个品味 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它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那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新车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